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中市各位現在 你現在有手機的人 你現在就可以上網 台中市政府的網站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的網站 裡面有一個叫做業務專區 你把它點進去 裡面有一個叫做土地重化 你先把它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公辦自辦 自辦你把它點進去 我們單元二的資料全部在裡面 这是我最近 就是說我上任之後 我一直有一個感觸 就是你們自辦好像非常多的糾紛 然後地主們都說資訊不對的 所以我跟我的同仁要求 沒有什麼資料見不得人 通通公開 只要同化會送到我地政局來的資訊 我除了個資 我做一點姓名的隱蔽之外 我資料全部上 第一個通盤通案的部分 四字說大法團四字七三九 對於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拜比勢力重化辦法裡面 有一些條文宣告的違憲 主要是兩大部分 我想藉這個機會跟大家澄清一下 免得大家也說違憲違憲 你們還繼續用 第一個部分是 對於原來允許重化籌備會 七個人就可以成立籌備會的這個問題 那個大法團認為違憲 他沒有考慮到整個重化區 地主有多少 這七個人夠不夠這個代表的資格 所以這部分被宣告違憲 第二個是籌備會成立之後 現行的規定 允許籌備會可以去申請 化重化範圍 可以去申請這個報請主管機關 來核准重化計畫書 這兩個事情他認為是違憲 那為什麼違憲呢 是說這個事情應該是重化會來做的 不是籌備會來做的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指責政府機關 在審查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審查重化範圍 還是審查重化計畫書 在核准的過程裡面 沒有正式成立比較合一的機關 他沒有讓相關的利害當事人可以承述意見 沒有承辦聽證會 所以他認為程序上不符合適當的原則 所以宣告無所謂 所以是這三個部分違憲 不是整部同化計這個辦法都違憲 那針對於這個被宣告違憲的部分 一年之後這個法律就不適用了 所以內政部 因為這是中央法規 內政部已經修已經找大家討論 大概超過五次的會議了 找各件事來開會 那目前方向已經確定了 就是第一個 提高申請籌備會的門檻 就是一定要取得重化 準備辦重化範圍 土地裡面十分之三的地圖的統一書 才可以成立籌備會 好這個第一個門檻拉高 第二個要接下來申請核定重化範圍 你就要開始開會員大會 就要開會員大會 必須徵得這個準備辦重化區 這個重化的區域裡面 全體私有地主的超過二分之一的統一 我們現行就有機制 有預防灌人頭的機制 不是沒有 這個每一個都市計畫區 它有最小的建築規模 也就是超過小於這個就叫做起零地 那我們有規定就是籌備會成立之前一年 到重化計畫書核准 這段期間你找人進來你怎麼把土地細碎分割 但是只要你的持有的面積 小於我剛剛講的那個幾乎等麒麟地的那個最小門檻 你如果小於這個面積的話那些人是不算的 就根本不紀錄 那這個案子有沒有 有的確有 有多少人 有734人 是被我們族一核對剔除的 所以2547個私有地主 最後可以可以來用的只有多少人 1813人 這裡面假設你說他734是灌水好了 我們講口語一點說這灌水 這灌水的我們並沒有讓他記入門檻 所以他要用這個比例 你這裡再多人都沒用 要用這個比例來達到二分之以上的門檻 那這個案子有沒有達到 兩個都有 面積他達到百分之68 人數達到百分之64 所以都超過現實規定的法定門檻百分之50 各位可能可以問 局長為什麼只要百分之50 我也覺得有點低 我也覺得有點低 像現在都市更新都要拉到百分80以上 我覺得這是未來我們也可以跟立法委員談論的 是不是應該不是只有破半的門檻 這個包括我 我都會去努力 第二個我要說明的就是說 單元二可不可以同審 我很負責任的講 沒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好 這個是現在的結果 我先跟各位報告 他在民國95年3月3號成立籌備會 那96年核定重劃範圍 97年重劃計畫書核定 他就開始做了 還有會員大會啦 成立重劃會 重劃會在97年成立了 土地分配在100年11月16號公告 而且101年5月開始 統統登記了 可以登記了 他都登記了 也是都分配了 都點交了 2000多個地主裡面 剛剛那一張 對 2500多個私有地主 全部的有關 地外關係的 總面積這個單元二的確是 我們台中市目前最大的資產重劃圍 這個我也可以說明一下 這跟重劃會實在沒有關係 目前爭議的只剩下四個案子 包括我們聯誼 其他的土地你都配完了 甚至配到的人有些都賣掉了 你告訴我居長 我怎麼重審啊 這真的有困難 而且也不合法 如果今天是有屋無地的人 對不對 你的意思講白眼是這樣 有屋無地的人 他可不可以參加重劃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土地重劃辦法 針對的都是 跟都市更新一樣 都是針對土地所有權人 房子是給予拆遷補償的 所以實在講 如果今天土地是我的 房子是我的 那沒有問題 我本來就可以參加重劃 那我的房子就看我是不是合法建築物 我有沒有妨礙施工 我有沒有妨礙土地分配 如果我沒有妨礙施工 我沒有妨礙土地分配 我的房子是合法建築 我是可以原位置分配的 否則你就要拆房子 然後你去配你的土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講 如果只有房子沒有土地的人 他其實是沒辦法去參加土地分配 變成是房子的屋主跟土地的地主 其實他是有他們自己的法律關係 這個必須他們兩個人來協調 當然同化會或政府機關可以幫忙來協助 以法律規定而言 是只有土地所有權人才可以參加重劃 第一個是一個人頭案的部分 我先說明一下 當然這個在過去辦理重劃的過程 籌備的期間 這個都有所謂的 這個去召集來多人投資的情形 那事實上本這個黎明資辦事業重劃區 在籌備期間 事實上並不是只有一個籌備會 當初有四個籌備會 每個籌備會他為了要去努力去召集這些地主 同意 所以過程中他們都有用 包括了接受哪些地主的參加 或者是甚至找了朋友來買地等等 這些情形都很多 在重劃會章程通過的時候 由會員大會來委託給富有 是會員大會委託並不是李建市通過的 那會員大會在章程裡面就指定 因為整個籌備期間 包括當初對於整個籌錯資金跟業務的辦理 就由會員大會章程第十七條 就指定由富有公司來辦理所有的重劃業務 跟籌錯資金 重劃好的時候 似乎因為土地的市場價格漲價 顯然是各位可能會覺得說有倒立的可能 不過因為這種開發它的風險很大 投資這個所謂的投入的資金 一直要到取得理會率在出售掉的時候 才能夠確定到底是有沒有辦法 符合這個投資的成本 我想這一點也要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100年10月5號有核定這個所謂計算費用負擔總交 我想請問一下地震局喔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這一個核定的公文裡面 他並不是寫核定而是寫貝查 那你知不知道地震局長我知道您是103年的 11月25號這個縣市這個大選之後 應該來講應該是104年1月的時候您才就職吧 12月25號就職OK 那你們知不知道在1月份的時候104年1月份 你們有寫一張更正函說把備查固執為核定 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你有辦法去追查當年100年時候的這個 這個費用負擔總計表請問你有沒有再重新做實質的審查 再請問重劃科是不是只有15個人員 你們如何去審查100年這麼多 2600人而且高達186公頃的這一些所謂有的施工工程 今年的永春自辦也就是第三單元 9月份的這個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他們其實一樣是在100年的時候 核定了這個計算配用負擔總計表 而且同樣也是用備查的方式就在那通過了 那你們知不知道傳訊的這些這個不管是地震局的 建設局的甚至於傳交通局的道庭 他們都說100年時候縣市合併案件量暴增 根本沒有那個能力去審查這些重劃所有的資本 重劃案件這你們知不知道 那你們又如何讓這麼多在100年通過的這一些 這個這些費用負擔甚至於合併公告的這些土地分配 你們是如何讓它全部通過 之後你們在104年的時候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讓它全部被查變成合併 程序上我們地震局是會送把這個書跟圖 預算書還有設計圖 都會送給這三個工程主管機關來審查 所以104年我們看到這個案子 該改就要改啊 那剛剛柯律師問到你104年有審查嗎 怎麼那麼快就改了 我才上任10幾天而已 搞不好不到10天我就把它改了 是因為在這個原來工程預算書是在審查核的 97年核的 97年就審查了 當時三個單位都已經審過了 不是沒有審 當時三個單位都已經告訴我沒有問題 只是最後我包了一張叫做被查函 那當然不對嘛 不對該改就改 所以我們才用說物質啦 你說你更正的事情因為之前不對嘛對不對 那你要更正不對之前你是不是應該要先查 那你不敢沒有查過的話 你怎麼可以說它是對的呢 然後你現在就說他們給我的就是這樣子 那請問是誰要去監督這些部門說給你的這些資料是對或不對呢 還是說就是給我就這樣 別人給我就這樣 我們真的就是這樣子嗎 請問是誰要來替我們大家把關來監督呢 我再改這個更 我把被查更正為核定的時候 我有沒有依據 我當然要有依據 我一定要把請同仁 把97年我們發被查 為什麼我會發被查的依據 我一定要找出來 也就是說交通建設水利那三個局一定有給我公文 所以我要找到他們的公文 當初這幾個工程主管機關都審過沒有問題 我才會說當初審過了 所以當初只是用了錯誤的字眼 這個拆除地上戶的訴訟是六月份跟二審的部分 就是如同剛剛局長講的立轉敗 就是我們地主變成敗訴 所以現在面臨到這個假執行 所以六月份判決之後 其實我們是都有提最高法院上訴 但是因為二審的法官除了判敗訴之外 他也裁定準於這個重劃會可以假執行 所以假執行的部分就是變成 重劃會他他付了八百多萬的這個擔保金 就可以來拆我們的房子 那變成地主這邊要反擔保 兩千五百萬的擔保金才能夠停止執行 所以目前這個案子我們其實是還在上訴中 而且我們另案的這個配帝的官司 也還在更醫神當中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一次的訴求認為說 既然確定的判決都還沒有發生 為什麼就已經要把這個繼承的事實造成說 將來無法回復原狀的這樣一個損害 這個就是沒辦法調除 所以沒辦法做出Yes或No 但是其實在那個條文裡面 除了針對雙方要不要拆有沒有妨礙施工 妨礙分配之外 其實三次的調解婚姻紀錄裡面 都有針對查菇的這個地上務的價值 都有爭議 那為什麼地政局你作為主管機關 為什麼你都沒有做實質的結果 這樣子是不是太不負責任 你知道嗎 進來查菇之後 查菇三天 給我的結論是什麼 我都沒有看到任何的資料 查不多 有人接受嗎 我們是在那個 就林立住宿園旁邊齁 七十三號的地圖 對下面這一塊 下面下面下面 下面綠色下面那塊 這塊地圖了 那 我們這個土地 在民國101年就已經分配完成了 那個配地也確定了 但是呢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辦法幫你所有權責任期 所以我想起你們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們要權衡一下 不是只有林立幼稚園的世界職的同情 也要考慮一下我們其他地主的權益 其實一直以來 不管是市政府這邊或是其他的地主 也許有反對的地主 對於這個我們目前的主張 其實都是好像說我們死要這一塊地 甚至於說我們已經賣掉了 憑什麼還要土地 這個其實是不實在的攻擊 這對於我們園長其實也是很大的傷害 因為當時這個現況 這個土地雖然是 原本雖然是林金蓮園長 但是事後在這個其實也是在重畫之前 就已經過給另外一位合夥經營的張園長 而且呢 在這個重畫調處的時候 張園長一開始其實都沒有參與什麼 這個重畫的計畫 會員大會 都沒有在參加的 一直到被提醒說 你要快點 要去調處 要去了解 不然你的土地會被賤賣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在100年的時候 來這個部分 就已經有提出陳情 我想我還是公平一點 還是一份提供給這個重畫會 我相信這個在卷內 這個訴訟卷中裡面就有了 100年2月10號其實就已經提出陳情 那個時候就講得很清楚 就是針對他自己的土地 他希望能夠原地分配 這個訴求上面其實都有講 而且他也覺得 當然裡面也提到重畫會不成立 重畫會不合法 當時他也一直主張這個是 這個建物其實是合法建物 那當然目前另外一個供給就說 就如同剛剛何先生講的說 這個是違章建築 那其實這裡的房子 在56年的時候 就已經經過建設局通知 這裡是所謂的新龍花炮工廠 新龍花炮有一個核准登記海 那花炮工廠總不可能是一片平地吧 所以那個時候在申請登記的時候 就附了一張這個新龍花炮工廠的配置圖 所以裡面這個全方資料裡面都有一個手繪的這個 就是現在目前這一塊的房屋 所以這個是在56年的時候申請登記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用這個建築上務開始蓋 所以在57年的時候第三頁有57年 他有個房屋稅的繳稅通知 上面是寫這個負責人 就是這個園長的父親林新龍在前手的時候 但是本來其實這個家族本不是 重劃一發生就變成有所謂這個要分家產的問題 因為園長一直認為他跟這個 因為這個大家知道我們的土地是民國62年12月 才有所謂的建築管理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如果是在民國62年12月之前 所蓋的這樣的建物呢 他還是合法建物 只要他們有所謂的安全的疑慮 那園長呢他們雖然是在這個66年的時候 申請了幼稚園登記 那是因為隔壁的這個黎明新村搬過來 然後造成說這個花炮工廠跟他 他的安全距離太短 所以就被這個建設局被查核認為說有危險 所以就把他撤銷了 於是他沒有辦法蓋這個 繼續當這個花炮工廠之後 剛好那一年就是64年 他們想要申請重新核發執照的時候 那個就是祖父林全落勢 所以為了紀念祖父當年這個成立這個書院 所以他們就想說那這個地方既然沒辦法做花炮工廠 那我們就把他改建成幼稚園 所以那個時候就把原來的工廠 把他重新整修並沒有重建 只是重新翻修變成目前的這一排 這一排的建物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在建管核發之前的 那101年上次18號的這個最高法院判決 也是這麼認定 以從話來說 你不能夠說他是這個沒有建築執照 就認定說他是違反建物一律拆 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為有很多的古蹟 有很多的古厝三合院 其實當時這邊都是農田 你如果一律拆 那是多麼大的這個 對人文土地是多麼大的傷害 所以到後來訴訟之後呢 就跳出來說這個法院就認定 甚至於重化會主動就開始去聯繫其他的兄弟姐妹 說你這個上面如同大家看到看到牌子說是66年零星龍蓋的 所以就會想說那你這個全部都是 這個第三物可能是這個父母親 這個父親蓋子 所以應該由全體繼承來繼承 於是開始在訴訟當中就追加這個所有的人來被告 所以天下本無事訴訟之後就會有事就對了 訴訟之後就開始這些兄弟姐妹針對這個第三物 就把它分割變成說地主歸地主 第三物的拆遷補償就必須要給這個繼承人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對張園長這個善意第三人來講 其實他是很無奈的 所以他們在訴訟當中也是覺得 怎麼會這樣 我會當時老闆自己買去 怎麼會變成說第三物是我的 甚至於被法院判決 你不是利害關係人 撥回他的訴訟 所以這個部分是目前在這個面臨訴訟的時候 感到很無奈的地方 當然我們很希望就回到100年的時候的訴求 我們希望能夠這個塊 這裡如果真的要拆 或能夠變更幸福計畫的話 那我們希望至少這一塊能夠保留下來 讓我們繼續當幼稚園使用 我們沒有要草地屁 我們沒有要把它變成住宅區 我們沒有要把它蓋大樓 我們只希望維持幼稚園的使用狀態 因為重發會的成立 最主要就是 為了要把區內的土地 所有全人他祈禮不整 或者是依都市計畫 然後做建設 然後把祈禮不整的這個土地 做一個交換分合 讓這個土地能夠增加它的利用價值 那它的執行依據一定是依據都市計畫 首先我們在剛剛局長也有說明 這個榮戶跟這個公園公九三 事實上是75年發布實施的主要計畫 那不是西部計畫 那是主要計畫所訂定的 那是報告內政部然後去核定的 所以那個主要計畫所畫設的內容 跟後來我們為了辦西部計畫 為了辦重發而去再擬定西部計畫 去增設了一些實民 或者比較小的這個道路等等 這個是兩個城市 那都是都市計畫的東西 那這個都市計畫都是由 不是由重發會來辦理的 那重發會只是執行 都市計畫的結果 那我們今天講 依妨礙工程來講 剛剛局長也說明了 公共設施上面 你因為必須施設公共設施 是交給市政務 所以那個是屬於認定為妨礙工程 那第二個因與拆遷的 就是所謂的妨礙分配的部分 那妨礙分配 因為地上路有可能是一個所有權人 土地有另外一個所有權人 這種軍情有可能發生在 這個所謂的建物所有權 跟土地所有權不同意的 或者是所謂的你土地分配 如果調整調整之後 在要分配的位置上面 有其他的所謂的地上建築物 那個雖然那是住宅區 可是那建築物 因為也會依存到分配 那這種情形通常那個是建物 都是違章啦 那所以說在我們查估這個整個 這個過程中 剛剛有提到說 到底我們有沒有進來查估 事實上從我們一開始辦的從話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進行工程 我們就是進來要來查估 我們執行單位 他來查估的時候 甚至還被園長告妨礙自由 那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入門來查估 那我現在要說明是說 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是不是能夠就這個 那個張園長 就是張秀凡女士 這一塊能不能合法保留 那剛剛局長也提到這個法令 在從話辦法裡面就是 合法建築物 在不妨礙工程 不妨礙分配的情況之下 合法建築物要做所謂的原地保留 在法令上是有這個規定 那要先認定合法的建築物在哪裡 那現在這個建築物的所有權 又是誰的 因為目前法院判是這個建築物 所有的黎明幼稚園的建築物 是屬於他們七個兄弟姐妹的 這七個兄弟姐妹五個要猜 目前是兩個是不猜 那我們目前要去執行 拆除的部分 法院執行強制執行 事實上也就是 一得到五個都是同意的 那所以說如果說今天 我們黎明幼稚園 因為黎明幼稚園 並不是我們的土地所有權人 也不是建物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現在是 在這一塊的部分 是兩塊是賣給別人 一塊是張園長的 建物所有權是七個兄弟姐妹的 要不要保留是應該 建物跟土地所有權人 要去協商 得到一個明確結果 在我們這邊依法令來辦理的話 到底能不能留我們會依法 我要特別說你們的就是 我現在不生氣了 那個你們不要怕 我不是 我不是狂的 你不是報名 我要跟張局長道歉 就是剛剛 我講說你說話 沒關係 這事實上是 副總道理事長 你在欺騙那個局長 你剛剛還在欺騙 你像當理事長 你要下台跟你講 真的不能這樣子 局長是人民請得公布 他的薪水是全台中市民給他的 他不是你請的 薪水不是你發的 你怎麼可以給他錯誤的信息 明明進來查不夠 你還講沒有 來另外我再說一次 你還是給他錯誤的信息 我這裡手上有一張 大家可以拍的 你拍 這個是台中市政府公務局發的一張 喊 是民國發司委發的 這裡寫得很清楚 公務局發的 台端申請本市難得去 先生北鄉要需要 實力靈敏幼稚園 為合法房屋 主要你繼續使用一節 請查該園 為教育舉例要制幼稚園 本局統一被查 你去看不下去 你相信一定要把工資 是不合法 我要講第二個部分 幼稚園 並沒有說這個不能拆 這裡 這一塊 道路用地切到一點點 幼稚園從來沒有主張說不能拆 還是給你開道路啊 這不是很好嗎 切掉就好了 何先生這塊土地 我告訴你 必然 他的土地在這裡 在這裡 這塊 就是現在 新鎮北向南邊 你看到那塊 全部都是森林那塊 那塊原來是公園間停車場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裡面 是公園間停車場 很漂亮的一塊 很漂亮 正正忙忙 你們可以去現場拍 可以現場看 現在種很多的樹 你把它變成住宅區 賣給精銳建設 你把土地在這裡 他在我的旁邊 然後一直沿到這邊 怎麼一大塊 你把他的土地 把它變成 本來是公園 跟監聽車場 你把它變成住宅區 賣給精銳 然後你先把土地 借來我這裡 這樣才有助力 我爸爸的遺產 列出來 這一部分 遺產喔 遺產 列出來 這一部分 你從後會 有看到資料 賣過 不要再說謊了 我附近的遺產 列出來 是這一個建物的部分 這樣知道嗎 這個部分 完全都不是 我希望 這裡是 將近上萬名小孩子的回憶 不要讓小孩子哭泣 不要讓小孩子 回到母校之後 找不到學校 我在這裡代表 所有的小孩子 給你困窮 給你拜託 你做得到 實在講 是從頭要好好的協調 不過我想 我第一個先回應一下 剛剛 剛剛那個 主持人所提的 這裡可不可以 變更 道路 我個人覺得有難度 有難度 因為這是主要計畫 西部計畫 台中市政府還可以決定 主要計畫 是要報內政府 而且在馬路 就差這一節了 你說路要變這樣 而且它又在一個路口 我個人是覺得不宜 那當然也不是說 我說不宜就不宜 因為 西部計畫也不是歸我主管 這個 但是我覺得 大家可能合理性上 大家可能也會覺得怪怪的 再來 能不能變更為 先談 能不能把它剔除重畫範圍 我想這我剛報告過 這個不可能了 因為當初單元二 都已經執行完了 這只剩下這裡還沒有執行 我不能現在把它剔除重畫範圍 那整個負擔 負擔比例就不是這樣算 所以剔除重畫範圍是不可能 而且剔除重畫範圍 還要重新報告這計畫 我必須把它挖掉 我想這個 大概不會被 可能我想一般社會大眾 你不會接受 第三個 你說現在還要把變更為文教用地 這第一個 剛剛我們那個同人那一張 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佩地那一張 對啊 你看 就是剛剛其實還牽涉到那個何先生 我放這邊 對 對 這其實是法路了 我們應該把線拉出來 重畫這個案子分配比例是 五十 五十三嘛對不對 你們四十七嘛 將近五十三 也就是說地主要拿百分之四十七來當公共設備 也就是說我有一百坪的土地 平均而言 我地主可以拿回五十三坪 有四十七坪要拿來那個做公共設施 做道路付重畫的開發費用 那現在一般來講大概都分配百分之五十 那這個案子他們分配百分之五十三 所以如果以原來這個張女士的土地 這是現在她名下的土地來參加重畫的結果 她可以配這一塊 她現在重畫會準備給她配的是配在這裡 就公照的時候是配在這裡 那下面就是剛剛 其實有一點不準的那個何先生 她能配在這裡 她也是附近的原地主 那以原位次為原則 同畫分配是以原位次為原則 當然如果你剛好原來是馬路上的地主 你當然不可能配在原位次 就會幫你挪一挪 那像這邊 這是張女士的土地 所以基本上還是配在這附近 所以現在張女士 目前我們一百年公告 你知道嗎 公告的時候 同畫會公告的配地內容是這樣 她說我居長怎麼少那麼多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大概拿回百分之五十三左右 那現在如果說 我要把這邊全部留下來給這個黎明幼兒園 我不要說張女士 留給黎明幼兒園 也就是說要增加這些土地 第一個一定也影響到下面的地主 她當初也一百年公告了 她配在這裡 那同畫會她必須去協調他們 可不可以只剩下下面 剩這個不足的還要磨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變成這個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你現在要把變更為文教用地 適不適合 這個還要再走都市計畫的變更 那我覺得真的要談變不變更 那要先看這裡能不能這樣分配給他們 如果可以後續再來討論要不要變更多市價 所以我想我提出一個意見 就是說從法上而言 我希望黎明幼兒園 就像剛剛柯律師講的 你要去舉證你這件真的是合法建築物 才有理由我才有說服力 這是第一個 如果能這樣的話就利於不敗之地 所以我要拜託幼兒園去拿圖 你真的是合法建築物 可是我實在講 我們有調了航照圖來看 有一點灰色地帶 這個我們不用拿 這個我想舉證的部分要拜託幼兒園自己去努力 第二個就牽涉到所有權 雖然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所有權跟留不留下來是兩件事情 可是現在剛剛柯律師說上訴 就是同化會不是勝訴了嗎 那拆房子勝訴 可是現在上訴只有兩位 有五位不上訴 所以這有點為難 所以我也希望園長這邊要整合家人 同意把這房子留下來 這個是第二個要努力的 那這是我拜託幼兒園的部分 那同化會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如果他能夠拿出合法建築物 那我覺得你就 那根本就不用談了 就是要努力去做原地保留 如果他拿不出來 法理勤之外還有勤理法 我也希望就是說這個幼兒園 的確66年到現在40年 同化會有沒有辦法還是努力一下 在這個部分你們再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去協調下面的地圖來努力 這邊讓他可以留下來 那留下來給誰 我也不太贊成說是給張女士 應該是要給幼兒園 那幼兒園你就應該去成立一個社團法人 或財產法人之類的 因為你就是要 這才證明我 是為了教育事業 就拜託重化會 我說至少給大家 因為七個兄弟姐妹一定要整合 我想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至少半年 好不好 我想沒關係 你也就不用回應了 至少半年讓大家去努力 包括你們也試著先跟地主談談看 有沒有可能 那我真的要拜託原長子這邊 剛剛我其實要見這個 可能我也解釋一下 剛剛原長拿一張公文 那張公文我想柯律師也可以幫忙再看 檢視一下 他是一個我要申請你 然後他說最後建設局說 教育局說我同意被查 也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公文 但是那個公文是不是就認定為合法建設物 我個人是覺得還有討論的空間 沒關係 那所以就是我剛剛提的那幾點 拜託原長這邊 勇志園這邊來努力 那重化會我就拜託你 您要形象要搞 所以我想就半年的時間讓雙方去努力 好 好